我建了一个空文件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文件夹删掉 remove dir 你看他就会提示删不掉了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这个文件夹不为空 所以也就是说 rmdir他只能删除空的文件夹 所以这点很讨厌 这点很讨厌 那如果我们要删除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要用rm这个命令 加一个r来进行删除 r就是什么迭代的意思 就是迭代 就是一直轮循他所有的子文件夹 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待会吧 待会我们来删除它 好 所以rmdir其实我们用的很少 基本上都不用 主要用makedir还是有用的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命令 cat cat cat我们说了 是打出一个文件的内容 这是这个 hello.c这个文件的内容 那么他也有一些常用的一些方式 包括cat-n 和cat-b 这两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方式 参数 描述 -n是什么呢 就是显示行号 对不对 钢币呢 也是显示行号 但是只显示不为空的行号 也就是说 如果有空行 那么那个空行就不显示行号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比方说我编辑一下hello.c 我加点内容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好 这个 VI我们后面会讲 现在大家先不急着去看 好 现在我们来显示 再显示一下 -n hello.c 你看他就一行号来显示了 那么连空行都显示出来了 行号就第六行 那么同理 我们如果以b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空行 是不是就没有显示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差别 这个cat 其实我们平时 不带参数用的也比较多 不带参数用的也比较多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copy move和im 那么copy顾名思义 就拷贝一个文件 比方我copy一个 hello hello.c 到哪里呢 到 上级目录 的hello.c 这个文件 上级目录 还没有建立 建立他的这样一个权限 对 上级目录 已经是在home 那个文件夹下面了 而不是在sandy 这个文件夹 算了我就考在当前吧 上级目录 我没有权限 我只能 只能用什么呢 只能用 我们的root的 这样一个权限 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考的话 那么要用到谁呢 要用到 这样的一个命令 在ubuntu里面 叫 sudo 这样一个命令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super do 就是超级用户 来做这件事情 他的方式是不直接切换到我们的用户 就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他是只执行这条命令的时候 用超级用户的权限 所以其实你的整个工作环境还是在当前用户 所以在执行他的时候可能会提示你输入密码 你看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就回到上一集目录看一下 是不是就拷贝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但这里我们不用他 我们还是copy 给他拷成hello1.c就行了 好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拷出来了 hello1.c 那么现在我们再做一件事情 我们用move move其实也有重命名的 重命名的作用 我们把hello1.c 重命名为hello2.c 就移动从1.c移动到2.c 其实他也就进行了个重命名 然后hello1.c就没有了 hello2.c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还有就是remove removehello2.c 把它删除掉 好搞定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就是这三个命令的一个 简单的使用方法 但是在remove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参数 我们要可以看一下 一个叫f 就是force 强制 强制删除 因为有的文件 在删除的时候 他可能 他可能会提醒你说 OK 这个文件非常重要 不建议去删除 那么你可以把它强 通过一个f来进行强制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f是不是就false false 就是强制删除的意思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循环迭代 R 就是 移除它 以及它内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并且是什么呢 是迭代式的移除 好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去删除目录 还记得我们sundayd吧 我们来把它删除一下 -r sundayd 大家看 是不是就把这个文件 加都给删除了 里面有的内容 也都给删除了 这就是rm的一个操作 然后rm只需要记住 这个-r就行了 其他的其实用的 也都不多 当他提示你 如果真的弹出什么提示 就是说这个文件你确定要删除吗 你就打yes的话就打y就行了 no就打n就行了 反正都有很详尽的提示 但是你跟着提示则就行了 所以这些基本的英文单词 大家不要混乱 一定要了解和掌握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co-owner和co-group 叫change 如果把它按完整的单词来读的话 就是change owner和changegroup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文件 我们看一下helloc这个文件吧 这样吧 我们看show.txt show.txt这个文件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个解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普通文件 那么它的这个owner是read和write的权限 它的group是只有read的权限 其他group是只有read的权限 大小只有一个字节 是一个 一个 说错了 然后 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表示它文件的印连接数 就是有多少个关联的文件 跟它 跟它有关 跟它相关 这个一 就表示它只有一个啊 就有一个连接跟它相关 然后这个sandy是表示它的创建者是谁 这个sandy是表示它的所属组是谁 所属组业的sandy 在ubuntu里面 我们默认的创建一个用户的时候 会给它建立一个它的同名的用户组 这它的一个大小 刷了字节 然后这个是它的最近的一次修改时间 如果没有修改就是创建的这样一个时间 就是文件名 好 现在下面我们就修改一下它的所属用户和所属组 那么这个命令遇到了刚开始不会用怎么办 我们就这样吧 也看一下 对不对 那么这里就很清楚 它说命令加选项 再加你的所属的所属的用户或者所属组 再加你要去更改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要更改的这样一些文件 我们看有哪些选项 C就是庆节 好 我们来做一个操作 大概看明白了 好 我们来改变一下 把它由原来sandy改为root root这个用户 哪个文件呢 是有点tft 当然你也可以加上一个参数-c 这个加不加应该都没关系吧 没有这个权限 对吧 所以还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这个权限的话 那我们就还是加上sandy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改了 改成root了 那么同理 我们用 这种方式 再改变一下它的这个group 也由它 改到root去 再加这个文件 好 两个都改了 是不是 这就是这两个命令的一个操作 非常简单 对不对 一般我们也就用它就行了 其他参数用的也比较少 当然你如果愿意 你愿意用一些参数也可以啊 比方我们刚刚看到的用c sorry 让c 给它再改回sandy去 好 就改变成功了 而且这个改变完了过后 它会有一个这样一个提示 这个c其实跟verbals 就是我们的提示是效果是差不多的 就改成功了 好 这就是这两个命令 了解一下 那么下面就是chmode seachmode seachmode我们刚刚说了 是用来更改权限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来做啊 关于权限这一块 我们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之前我们说了 这个权限是不是有三块啊 每一块由三个所组成 对不对 有三组 第一组是 我们这里简单画一下吧 权限我们有三组 第一组是我们的owner 我们以owner 我们以owner 第二组是我们 所属group 第三组是othergroup 都是分别由三个字符所表示 这上面各带一个可能 这个地方是r 就read w write 还有execute 那么就是读写执行 我们看一下读写执行 好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算机是二进制的 对不对 我们这儿如果有值的话 它就表示1 这儿如果有值的话 也给它标上1 它也标上1 那么这样子来看 把它们加到一起 就是最高的权限 111 就转成我们的实境值是几啊 是不是7啊 好 不能执行 只能读写 那它是几啊 是不是就是6啊 那么它如果是这个样子 这儿是空的 这个是这样的 那就是101 这是不是就是5啊 所以很有意思啊 这样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随便取一个 比方我们取这个 那么按照它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几啊 是不是110 我们给它分组吧 来看 然后100和100 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 我们想象一下 它应该是几啊 6 4 4 好 这就是它644的 这样一个权限 对不对 644的一个权限 那为了证明是 为了证明是这个样子 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些文件 给它改成这个样子 对吧 同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几啊 我们来算一下 那这个我们给它分分段 第一个是7 这个熟悉了就清楚了 第一个是7 第二个 是不是5啊 第三个 是不是也是5啊 就755 为了验证一下 我们把我们这个秀点 tax 改成755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这样 我们来更改一下权限 755 每每一个字 每一个数字 755 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了一组啊 都代表了一组权限 更改秀点配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权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改成了这个样子了 改成我们刚刚所预期的这个样子 对不对 改成我们刚刚预期的这样子 可执行 可读 这样子 那么又由于它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所以我们在这里 它颜色就变成绿色了 就变成绿色了 好 那么 最大的权限是几啊 是不是777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常常会看到 有的时候去做一些777的这个操作 虽然这种方式不安全 但是很管用啊 这就给它设了最大的一个权限 好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刚刚说 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owner 就是一个old的缩写 group 就是一个g的缩写 other other是一个old的缩写 owner好像是个w吧 是个w还是n呢 不是w 就是on n 好像是个n 这个待会我们通过 帮助看一下 还有可以通过a 那如果我现在只给它的什么呢 只给它的所属组 所属组 变成一个7 就什么都有的这个权限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举例子 我要给hello 在它的所属组组 加一个w权限 我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做 然后给它的所属组组 加一个 加一个w这个权限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我是没有加好 看一下 刚才是755是吧 755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给它加个w 我们可以锁锁组组 给它加个w 不好意思 我也有点忘了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吧 其实这个名 这种方式我用的比较少 我一般都是用数字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个描述 如果是用户的话 就是用u 不是用其他的 用锁锁组是g 然后其他组是o 所有的 是a 就表示o 对不对 然后在操作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加号 来给它加上这个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 最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演示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些演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儿有一些演示 就是前头不加斜杠 不加横杠 然后再就用上加上 或者减去 或者等于 等于就表示 直接给它附上 什么样的一个权限 ok 好 明白了 刚才 刚才我加了一个横杠 不应该加横杠的 好 我们再来操作一下 这个 hello.c 我现在给它 在用户这个地方 加上r和x的权限 u加上r和x hello.c 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给它加上了 同样的 在这些地方 第二个 在group这个地方 我给它 复乘 而不是加上 复乘 wx 这样一个权限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等号了 wx sorry 弄到u去了 弄到u 我们再弄一下吧 再弄一个group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都变成wx了 那同样的 我 我想给所有的 都设成777 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子来做 和我们的777的道理是一样的 rwx